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行政诉讼有两项诉求 第一项诉求就是原处分跟原本的处愿决定 我们认为是违法的应该撤销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认为民法不允许同性结婚 这件事情本身是违宪的 那我们第二项诉求是希望行政法院直接判决 直接判决命被告机关 也就是护证机关 可以直接让原告二人进行结婚登记 那这两项诉求非常高兴的是 第一项诉求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开庭的时候 法官已经某种程度就是公开了他的行政认为原处分 应该就是违法的 因为原处分所依据的民法 他其实是已经被宣告无效 那第二项法官是有所疑虑 就是说那现在行政法院可不可以自为判决说 命被告机关来做这一个登记原告结婚的这个事项 这个被告机关就是护证机关他的这个原处分应该是违法的 必须要撤销 那大家都知道那今年的5月24的我们大法官748号去公布之后 748号去讲了 他说现行民法不允许这个同性进入这个婚姻的这个法治 这只保障异性婚姻的状况下 违反了我们的婚姻自由以及平等权 所以他要我们的这个有相关的机关 在两年内必须要去检讨相关的法治 必须要去修法 那如果两年的时间一到 我们的立法机关仍然怠惰的话 那么相关的机关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行政机关 就可以直接去试用 现行的民法的规定来做登记 换句话来讲 我们的同性的伴侣 可以直接去试用这个异性的婚姻 去做这个登记这样子 那今天我们这个案件来到了行政法院 基本上我们认为 我们大法官市制里面 他所讲的这个相关机关 要去检讨的这个相关法治 他讲的是立法机关 所以我们当然也期待就是说 这个行政机关 对不起我们的司法机关这边呢 他可以直接来检讨这个原处分 因为法官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原处分在市制748号出来之后 他是一个确认违法的状态了 所以我们也期待说司法机关 今天可以直接来去确认这个违法的状态 来试用法律 法律据这个部分 我相信还蛮简单的 而且法院应该也蛮清楚的 其实就是982条 因为法律982条 因为各位可以去看说 982条其实它本身条文 并没有去限制 同性别人不能够结婚 那所以在我们法律上 所谓的文艺解释 对法条的文艺解释而言 其实行政法院的法官 是没有需要特别突破的地方 他大可以依照就是 市制748号公布的 这个宪法的价值 来去对于民法律982条 做出合乎宪法的解释 那法律据这个部分 其实可以很简单的解决掉 那但是对法官 对于今天法官比较有疑问而言 他是说这个 法院到底能不能够直接命 行政机关让原告二人 去做结婚登记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认为应该是要这么做 就结论应该是要这么做 因为法院如果 法院如果他只是说 把行政机关的原处分给撤销掉 那他说这个 让行政机关再去做 另外的妥事的合法的处置 那我们可以想见的就是说 行政机关他必然 会说这个两年之内 因为还没有修法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所以这个部分 还是不能够办结婚登记 但是问题是 世子78号已经明确的去讲说 民法禁止同性婚姻是违宪的 这个违宪的状态 其实是现在进行式 不是未来式 不是两年之后的未来式 其实违宪状态是现在进行式 那如果说 法院仍然要求行政机关 自己去处理的话 我们可以想见可能在修法完成之前 或者在两年过完之前 原告二人的这个宪法所谓的婚姻自由 跟平等权的基本权的保障 仍然不能被落实 仍然不能被落实 所以我认为 律师团基本上认为说 其实在法院提出这个 到底能不能任命行政机关 去让原告办结婚登记这件事情上面 行政机关应该要积极 行政法院应该要积极的作为 要积极的作为来去保障 原告二人的婚姻 这才是真正的符合 就是世子78号所接受的宪法价值 非常多的同志朋友 其实在视线成功之后都来问我们 那他们能不能现在立即就去登记 我们也相信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想要劝他们说 那你们就是要不要等两年 但是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朋友等不到 因为也许他们的伴 年纪已经大了 也许他们现在生活当中 其实就是有一些人有病痛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想问 如果现在这个民法 在已经被宣告违宪的情况之下 而要同性伴侣再等两年 那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这两年任何的同性伴侣 如果发生了任何的悲剧 发生任何的悲剧 那么请问一下 这个国家是要给予赔偿吗 他们可以申请国陪吗 他们可以做什么样子的方式 来做救济呢 其实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事情 这不是一件这么不急的事情 当然更不是像下面的朋友说的 这是一场戏 我想我们是非常严肃的 在对待这件事情 不只是婚姻 而且是性倾向 能不能在台湾 真正的落实平等的问题 是不是在台湾 不同的性倾向的人 都能够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面 被平等对待的问题 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而大法官在视线里面 已经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宣告 当人们因为性倾向 没有办法轻易改变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用严格的审查标准 来审查我们这个国家 在婚姻的这个体制里面 有没有平衡的对待 这些不同的性倾向的人们 所以我相信大法官 已经做了非常审慎的 一个考虑之后 做出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相信这个结果 目前其实全世界都非常的高兴 所以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吗 就是公信力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那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宪政的国家 那我希望大家尊重这个宪政的国家 尊重宪政的制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